立法院通過的是10% 我們就照10%來執行 就連署嗎 對啊 就連署的那個 譬如說名單內需要正確書 你現在是正確書寫姓名身份證 包括零理 那我們發現很多人可能零理寫不清楚 因為有些人零理寫不清楚 你們就不算了 所以我們的意思是說 那未來是不是就只要有姓名跟身份證 因為現在其實很方便 一查你就知道他的一些戶籍資料也好 所以不要再用這些技術門檻去背個 有沒有辦法做 我們事實上在查驗的時候 其實就輸入那個身份證號碼 就check有沒有實際上有這個人 對 所以你已經用這樣子的方式了 所以就不應該再去用這個技術 門檻的東西再去背個他 要不要罷免 因為這個其實是人民的權利 我想我們應該沒有啦 我想向委員報告就是說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就朝這個方向嘛 好 我們朝的方向是這樣 因為上一次上一屆的委員會裡面 曾經在討論選法法公投法的時候 有討論到說用電子連署的方式 就是說軍公教現在都可以阻擋 那為什麼不能當提議人 所以說未來是不是可以 就是當然也可以成為罷免案的提議人 這樣主委認不認同 因為你現在是軍公教不得為罷免案的提議人吧 那我們是希望說未來軍公 他現在都有軍公教黨 那所以對於這一點 他未來是可以成為提議人啊 但是那個 因為這個行政中立法 他們也有規定 他連署還是可以啊 不是 但是為什麼提議不行 現在軍公教都有黨 他都有一個軍公教黨的平時 為什麼他不能當提議人 他沒有行政中不中立的問題啊 因為他投票就是他的權益啦 軍公教本來就可以投票啦 那你今天只是 讓他去做這樣子的一個提議人 為什麼不行 你可以同意他連署 為什麼你不能同意他提議 我當然知道提議跟連署不一樣 但是 沒有行政中立的問題嘛 主委 你現在有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不會說你現在行政中立法 所以你這個不會做的 因為我們是要來檢討 對不對 我們希望能夠修得更完善 那本來我問你軍公教可不可以投票 那是不是軍公教都不要去投票好了 可以投票吧 當然可以 對啊 那有沒有軍公教黨嘛 有沒有 政治選舉有沒有 對啊 為什麼他不可以做提議人 所以這個是很矛盾的事情 你不可以說行政中立法 所以他只能做連署人 所以我覺得他未來 他還可以做提議人 這個部分是你應該可以去做 如果你這個 這個問題是要配套的啦 就是所有的法律 通通一致的話 那當然我們就是 照這個法律來執行啊 但是你覺得這個方向 是可以去討論的嗎 這個我尊重啊 對啊 所以是可以去討論的 那另外一個部分喔 就是有針對委員提案那個 原住民立委如果有缺額 然後其缺額由落選人 依得票數的高低依序地補 那對於這個提案 主委你知不支持 我們就是造成缺額的原因是什麼 那如果說這個缺額的產生是因為 會選造成那個當選無效 那這個用地補是 跟我們現有的地補的那個 其他的那個規定 邏輯是一樣 精神是一樣 立法的意旨是一樣的 這個我們支持 那其他的原因 我們就覺得需要考慮 其他的原因 有哪一些原因你覺得需要考慮 因為我剛剛其實有 死亡啊 什麼這些原因 來 為什麼我這樣問 因為本行為了讓原住民的名義 可以被充分表達喔 有出缺時應該要立刻補 你不是說現行的缺額 是達二分之一才補嗎 對這個部分我們贊成就是說 如果有缺額的話補選 就馬上立刻 關於地補的部分呢 就是我覺得 我們覺得原因就一個 就是因為會選造成那個 只有會選無效 那其他的原因 我們覺得 我們覺得都應該用補選的方式 可是我覺得 本行為我應該要敢 因為你要重新再 重新再選舉一次 你不是由落選頭直接地補 因為這樣它的代表性才充足啊 對 但是地補那個原因啊 我想過去立法的邏輯就是說 為什麼這個人會落選頭 前面那個人違法嘛 會選造成 沒有這個就是我等一下也要問你 這樣會有互相矛盾的地方 因為 所以我覺得原住民的部分就是 為了要讓原住民他的名義 可以被充分表達的時候 其實你不應該用落選頭 就直接讓他遞不上來 其實你應該要讓他重新選舉 你懂我的意思嗎 我知道 我知道 對啊 你認不認同 應該這樣子的 朝這樣子的方向去進行 應該是對的啊 補選當然是原則上 這個對那個 當選者的那個 民意的正當性是比較夠啦 對啊 但是就是說地補 如果是因為 所以正當性會比地補的 正當性還要夠嗎 如果重新選舉 我剛剛講過那個地補的唯一 我們可以支持的理由 就是因為 嗯 當選無效 那那種情況下來 那所以 接下來我就想請問 你剛剛就說其實你也認為說 要重新 在重新選舉 會比直接地補的 公平性還要足夠 那我問你 如果這屆修法過了 你是不是認為要下屆才可以適用 不能說這屆修法過了啊 然後 這一屆就是 下一個地補頭 就有人當選無效 然後下一個地補頭 我就直接地補了 法律什麼時候開始有效 那個都是貴院在決定的 沒有 我就問你的意見嘛 主委有主委的意見 有主委的態度啊 委員意見當然很重要啊 但是我現在想聽聽看主委你的態度啊 我的了解是 法律都有不同的那個 所以如果我問你嘛 那關於選舉這個部分 我當然是 希望就是這個馬上就可以適用 沒有 我認為其實你這屆修法 要下一屆才可以適用 為什麼我要這樣講 我公 吃相不能太難看 嗯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對吧 那如果這個法 這一屆的修法 是為特別人 去量身定做 然後就像主委 我覺得你這樣好像被買走了一樣耶 你說這屆修法 就要這屆適用 親民黨的立場 絕對不認為這屆修法 這屆就要開始適用 應該要這屆修法 下一屆再開始適用 嗯 不然你說 感覺好像某個政黨 去為特定的人 量身定做 這樣子的一個 修法的模式 讓他直接這樣地補 我覺得太過於粗糙 不要到最後 大家認為變成是 瓦利斯XX的一個條款 這樣對你也沒有加分啊 我沒有考慮這個啦 真的 我沒有考慮這個 你做一個主委 就要全面性的考量啦 第一個 民眾的感官啊 對每一個政黨 是否符合公平正義啊 所以不是主委說 你今天你要再見 要520之後 沒你的事了 你就 蛤 勾交了 就是 沒有公平正義 我覺得這就 520以後還是有我的事 不是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針對 不論有沒有你的事 我也知道 你不會跟我說 你也知道你明天早餐要吃什麼吧 我講的不是這個 就是說 不要因為這樣的一個修法 是特別為了 任何一個政黨 或任何一個人去量身定做 而造成 我們只講 比如說瓦利斯XXX的條款 或什麼這樣 其實這個社會感官都不好 好不好 所以我覺得我希望主委能夠遵守 這樣子的一個原則去進行去研修啦 好不好 我遵守 謝謝 謝謝 繼續請李俊義委員 好 主席各位先進 麻煩請內政部陳次長 中選會劉主委 好 有請內政部陳次長 中選會劉主委 好嘢 謝謝